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华尔街电视新闻 我是徐伟林 来看看酒呢 可以说是很多人生活上的调剂品 但是提醒大家 去印尼旅游的时候 可要小心撕酒了 这个月印尼就有超过50个人 因为喝了撕条的烈酒丢了性命 印尼警方正发动突袭 逮捕贩卖撕酒的不肖业者 印尼最近爆发一连串民众饮用撕酒中毒事件 各地在一周内已经有62人 因为喝撕酒丢了性命 在印尼这个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主要城市照理说处处都能买到酒 但自从2015年印尼政府 为了防止青少年饮酒 下令禁止便利商店卖酒 酒难买税率又高 许多贫穷的劳工买不起 只好转而购买撕酒 但有时候是加了有毒物质的撕条烈酒 里面可能包含会导致失明或死亡的甲醇 警方表示 其中一名在西爪湾抓到的死酒小贩 竟然在他自制的甲酒中 加了止咳药和沙文剂 另外一名死酒小贩 则是在纯酒精里 加了可口可乐和能量饮料 以为安全无余 没想到却害死了人 虽然印尼常传出烈酒导致死亡的案例 但最近人数异常增加 警方认为烈酒可能来自同一家经销商 而警方目前也逮捕了两名不肖供应商 和七名贩售私酒的小贩 并在包括雅加达在内的大型城市发动突袭 全力查棄烈酒与不肖业者 华尔街电视新闻 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